吴京派《战狼2》有多艰难 王思聪拒绝他的邀请 女主临时加片酬气眼 吴京未派《战狼2》可谓是倾家荡产 他当时卖了自己的车子房子 才是筹集到八千万 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 他打算把钱都用了装备上面 也许是好事多磨 在拍摄《战狼2》的过程中磨难不断 先是原定的女主坐地起家 要求吴京给他加四十万片酬 不然他就霸演了 这也惹恼了当时急得上火的吴京 直接说了一句爱拍不拍不拍滚蛋 而女主走了后吴京无奈直下 把目光放在了自己的朋友卢靖山身上 因为卢靖山曾经受过吴京的帮助 于是他这次也是十分仗义 直接表示不要骗头免费出演 在剧组待了整整九个月 而同样不要骗头的还有相声借了于谦老师 当时吴京拿出了八十万邀请他去参演 没想到于谦直接表示 如果吴京给钱他就不演了 又成就了一段佳话 而《战狼2》中的角色也基本是换了个变 长汉饰演的小富二代 原本定的人物是真副二代王子聪 虽然说人物形象十分符合 但这位不是人间烟火的公子哥 怎么会看上吴京那一点片酬呢 王子聪拒绝后笑着说 让我出演是假投资是真吧 这句话也让吴京无地自容 当时他把钱全花在了真枪实弹上 资金也是十分的短卷 确实没有钱再给王子聪了 而王子聪虽然拒绝了邀约 但是他站出来帮了大忙 直接给战狼投资了一大笔钱 才让这部电影成功拍出来 这个做法无疑是十分聪明的 因为战狼二以56亿票房成为第一 而王子聪也拿到了8亿的分红 不少人也在感慨吴京的人员真好 如果不是有这么多朋友帮助 战狼二不一定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而吴京能够得到这么多支持 离不开他的热心肠 2015年的时候吴京受邀请 参加了浙江卫视的一档综艺 当时拍摄的时候 节目组认为直烟通看起来好看 但吴京却担心灰灰灌导致煤气中毒 于是自己去给严聪加了个弯头 绝对有爱美观 将弯头扒了下来 这也让吴京操心了一宿 在夜里时不时的起床观察 当时节目组的人还发微博内含吴京事多 但直到高一祥的事情出来 才让大家明白吴京有多靠谱 什么有人称 如果当时吴京和高一祥一起参加 那他可能不会去世 虽然这句话可能是戏称 但吴京确实救过别人的命 当时在拍摄《少林武王》的时候 有11块石头毫无预兆的从悬崖上滚下来 差点砸到了牙齐的头 幸好吴京反应迅速直接推开石头 不然雅齐这次估计小命不保 而吴京曾为了一小孩怒斥狗仔 当时狗仔为了拍吴京差点撞到一小孩 这也忍怒了吴京 直接怒斥你这样合适吗 撞到小孩怎么办 这也证明了吴京是真的靠谱啊 然而就是这个一个政治的人 竟然屡次遭到甄子丹的欺负 吴京和甄子丹不合传闻 是在拍摄《杀破狼》的时候开始的 当时吴京是一个武术冠军 却在剧中直演了一个龙套角色 这也让无数粉丝为他鸣不平 然而甄子丹却表示冠军到处都是 但不是所有人都是巨星 好像是在内涵吴京 而且在拍摄一张相战的时候 甄子丹更是下了狠手 把吴京打到站不起来 据说那场戏他打断了四根棍子 而甄子丹虽然时候表示不是针对吴京 但真是想法懂得都懂 然而甄子丹的骚操作并没有结束 2017年有一位叫大师妹的网友 发文称吴京长得难看 而甄子丹更是在下面点了个赞 这种做法更是让人看不惯 就连大佬洪金宝都看不下去 直接出来表示力挺吴京 两人的渊源也很深 当时杀破狼洪金宝就立见吴京 在里面给他安排了一个杀手角色 本来这个角色戏份很多 但是投资方却请来了甄子丹 还把他的戏份一山在山 最后剩了一个打酱油的角色 而电影在美国上映的时候 甄子丹还让工作人员将海报上的吴京去掉 理由是戏份不多挂上去让人误会 而洪金宝得知这件事情也十分生气 让工作人员将海报换了回来 之后的洪金宝也非常内疚 毕竟是他邀请吴京来的 之后在夺帅中也给了吴京足够的戏份 而吴京也是恩怨分明的人 在有一次采访中 有人问到他和甄子丹的关系 吴京就直接表示两人早就不联系了 提到洪金宝时却十分坚定地表示 他是自己在香港唯一的朋友 而且在靠着战狼出名之后 吴京也公开表示自己感谢甄子丹曾经的看起来 才成就了现在的他 而吴京现在已经靠着长津湖等一系列电影 成为当之无愧的票房影帝 不知道甄子丹有没有后悔呢 各位看官怎么看待吴京的事呢 欢迎进行留言评论 并非对象拟购而ナ诞 一般人 在门外历